短裤短裙的合集 一共是有五条短裤 两条短裙 版型都超级好 那我们就开始分享咯 正式观看之前呢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如果有遇到你喜欢的短裤或者裙子呢 可以在屏幕里面抠一个1 这样我就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条了 这两条短裤是同款的不同颜色 它们是很经典的百慕大短裤的一个版型 它是一个高腰的设计 下面的话是一个裤腿裤的裤型 裤长的话呢 也会比一般的牛仔短裤要更加的长一点 不过裤脚的话呢 我有时候也会卷起来穿 这个就看具体的搭配需要了 这种版型的裤子呢 它对身材的包容度真的非常的好 可能大家平时都不太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的话是有假胖宽的情况的 然后呢大腿根也是比较粗的 会有很多肉肉堆积在那里 可以放一张我穿紧身裤子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说明我平时的穿搭呢 还是很有心机的 我很少会去穿那种特别紧身 会暴露缺点的裤子 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像这种 版型上就能够起到遮肉显瘦的效果的 它上身的话呢 就把我那些假胖宽呀 肚子上有肉肉呀 大腿根比较粗 这些问题 全都巧妙的修饰掉了 我再放一下前面穿紧身裤的照片 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们就一目了然了 这两个颜色呢 都是非常基础好搭配的颜色 尤其是这个黑色 它最近的出镜率真的蛮高的 而且我每次穿它 哪怕只出现了几秒钟 也会有好多人来问链接 接下来是这条灰色的运动短裤 这种短裤的话 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穿都可以 贼食用的一条裤子 它的面料是百分百年的 摸上去的质感就很好 夏天穿的话呢 也会比较的透气 内里的话是这种毛圈的 这个摸上去的话呢 也是软软的 清肤性很好 完全不会扎人 它的腰部是松紧的 加了一个抽绳 整个裤腿的话呢 是非常宽松的 所以整条裤子的话 对身材的包容度也是很高的 这个灰色呢它还挺好搭配的 然后像我的话是经常在家里穿它 就特别的舒服 穿起来没有什么舒服感 这条裤子的价格 它特别特别的便宜 我当时是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颜色 它不是那种很俗的眉红色 看起来呢很洋气 而且还带有一点点那种女团的味道 质量方面的话呢 大家就不要抱太多期待了 毕竟价格就摆在那里 它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 然后里面的话是单层的 没有内衬 线头呢肯定也是比较多的 做工也就是很一般 上身的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它不会像有一些短裙 包得特别的紧 就算我尺码已经选大了一码 但是上身呢依然会把 跨宽假跨宽的问题给暴露出来 这条的话虽然它的腰有一点点大 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接下来这条裙子呢 同样也是版型让我非常惊喜的 有些摆折裙 我上身穿的效果呢 胯这边会凸出来 然后下面的褶子是这样的 被往外给支了起来了 我觉得摆折裙就是它原本的这个样子 才是最好看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失去了它的灵魂 但是这条上身之后呢 它不会特别的显跨 而且下摆的折子也是整整齐齐的样子 它的格纹配色我觉得也很好看 特别的清新 里面呢是有一层内衬的 然后整体做工的话呢 可以打个七八十分的样子 接下来是两条西装短裤 这两条的话呢 占一看还挺像的 但其实上身之后 版型和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条呢它也是一个百目大短裤的版型 整体的话是比较宽松的 然后裤长是中裤的一个长度 它的腰部前面是这样子的 背后的话呢 是一个松紧的设计 版型真的是一个非常玄学的东西 照理说这条裤子它已经够宽松了 但是我上身之后呢 这个位置依旧会有一点点 显假快宽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和这个面料有关系 它这个面料是比较薄的 然后也不是特别硬挺的那种 所以这边的话呢 稍稍会有一点定不住型 这条短裤的风格呢 是比较偏凶险一些的 上面穿一个白T啊白衬衫 然后再搭一个帆布鞋 整个就是很中性 然后又很有少年感的搭配 另外这条裤子呢 它的下摆是这样子卷起来的 并且这边是固定住的 所以整体长度的话 会比刚才那条要短一截 它的腰上呢 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打折 然后这个位置是没有扣子的 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按扣 这根皮带是店铺送的 我穿了之后呢 就知道店铺为什么要送皮带了 这条是S码的 但是我上身之后 腰的位置还是很大 如果你是比我瘦的女孩子 那我觉得这条裤子 还是不要买了 就算是用皮带把腰勒紧的穿 但是出来的效果 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这条短裤的分合呢 也是比较中性的 但是跟刚才那条对比的话呢 它会更加的成熟一丢丢 然后也可以用它来 做一些复古的搭配 今天的视频呢 就已经分享完了 接下来还准备了一些 其他的合截 像半身裙合截 吊带合截 胸贴合截 凉鞋合截 等等等等 一定不要忘记来看哦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